日前 国产新型潜射导弹和长征11号运载火箭相继在海上发射成功 紧接着亚洲大国印度也不甘落后 宣布试射该国头号布拉莫斯超音速导弹 根据印度媒体最新消息 此次寄予厚望的导弹试射宣告失败 最新升级版的布拉莫斯导弹在从印度南部海岸发射后不久就偏离轨道 并落入了不到10公里之外的大海之中 消息传来令在场的印度技术专家铁色铁青 而该国举国上下十分沮丧 认为此次失败和邻国的成功形成鲜明对比 专家表示 印度的导弹技术其实并不先进 但该国却总是认为布拉莫斯等导弹的技术世界一流 连续的失败终于令其认识到了谁才是真正的导弹强国 据报道 之前印度一般都是在导弹试射成功后才向外界发布消息 可是这次却在发射之前就早早进行预告 为什么会打破惯例提前对外界宣布呢 实际上这也是和邻国的老对手互别苗头 毕竟邻国刚刚成功测试了新型潜射导弹 而印度前几次导弹试射的效果都还不错 因此自信心也大大增加 认为这次陆基发射布拉莫斯导弹的试验也将是十拿九稳 然而发射结果却令其十分失望 俄军事专家就认为 布拉莫斯导弹还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解决 据报道 2019年印度连续试射了烈火-5导弹 烈火-1导弹 大地-2队的短程导弹 烈火-2导弹 而布拉莫斯导弹和上述核导弹完全不同 这是一款号称是全球速度最快的巡航导弹 具备从陆上 空中和海上发射的能力 印度对其可谓是寄予厚望 在之前的试射中 这款导弹多次失败 但是印度依然拒绝放弃 并在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将其量产服役 军事专家介绍 目前的布拉莫斯巡航导弹的时速可以达到2.8-3马赫 并且可携带300公斤的高爆弹头 号称一枚就能重创一艘万吨战舰 而印度此次测试的陆基版布拉莫斯导弹射程更远 据称具备类似战斧导弹的精确打击能力 而且速度上也要快得多 据悉目前印军已经将这款导弹部署在北部边境 然而虽然已经服役 但其依然在不断测试之中 而频繁的失败也从侧面说明 这款导弹远远没有达到服役的水平 印度明显有些太心急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